新北单日确诊飙破2000人 中央推3加4 居隔者得要做5次快筛 首当其冲的新北快筛世界拉紧爆 19万剂我们又用了一部分 现在大概剩下16万剂 如果光靠中央的16万剂 以我们现在每天预估的10万剂 大概只有一天半 不只新北台北台中也狂缺快筛剂 明代嘲讽 难道民众得要先强调快筛剂 才能被隔离吗 今天要让地方防疫打仗 可是你没有给地方足够的这些子弹 如何去防疫 不但全台各地闹快筛花 谁能及时送快筛剂也是大问题 双北连开个居隔单都得等上两三天 当中央规定居隔第一天就得快筛 地方政府开轰哪来的人力 命令下很容易 你这个快筛剂要怎么送到被隔离的人手中 地方的1922全部都被打爆 那实际上光1922接电话的人力 都不足 你觉得连接电话都没有人力了 会有人力去送 这不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吗 很多人接到驱隔单的时候 其实已经可以这个解隔离 恐怕拿到快筛 驱隔者早就出关了 到底快筛怎么拿 双北目前规划可以透过快递送 或者驱隔者拜托家人到卫生所领取 新北力推 以筛代隔单 应报争议 露出来的病人算蛮多的 那对社会的风险就相对的大 这个不是要让你跑一跑 照这逻辑难道是要把防疫风险 和责任推给百姓 疫情当头中央地方政策矛盾 一团乱 最无所适从的还是百姓 记者继续报道 我们在搜索摄影棚全天后都是用水神 空间比较大可以使用的是 这一组大概是八坪左右 那么如果说空间比较小 两到三坪左右 或者车上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比较迷你的水神 乌滑器在车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 可以来到快点购来买 送水神一举两得 谢谢